我看那個6的那個數字 好像很厲害喔 那我們就來個八樓之類 什麼是鐵皮屋喔 Penhouse 什麼Penhouse 是因為在你旁邊的關係 被戴上 我還想說是你戴上 準備脫貧 準備鄰居幫幫忙 那有火舞 沒有 真的很好啊 你怎麼這麼會選 我就是海浩啊 基本上就是 渣男跟渣女的代名 剪掉嘛 剪掉 救救你們 倒過 我馬上聯絡剪掉 這張預告 全民新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光臨 台墓大樓 好 松油 丟 好 請回座就位 好 那就是也才 來 分別都有了點數 各位尊貴的住戶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這棟財富大樓的新任管委會的主委 曾慕春 這個你報完稅了沒有 荷包失血之後 是不是連笑起來都不快樂了 好 正座起來 所有住戶 從現在開始呢 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 如何的理財控管 節省用度還能夠 兼顧生活品質有沒有可能 今天就要來請教 勤儉致富的達人們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位 精緻 又是 窮業務的演出者 林鶴鶴 大家好 打公主的演出者 黃伯伯 大家好 沈前一哥 侯昌明 大家好 精打細算的媽媽 何宇文 投資理財專家 王仲林 節稅會計師 胡碩雲 歡迎 非常好 剛才大家都弄到什麼點數 四點 那講個四的吉祥話給大家 四 最好跟理財有關 四 四事如意 四事如意 來 第二個 侯昌張跟何宇文 你先 我們先啊 你們知道點數是多少 六 六最好講 給個吉祥話 來 你先 六六大勝嘛 這一定是最基礎的嘛 再補一個 我再補一個 祝大家凡事都六的咧 對 這是多好 這是好在哪裡 這有多好 這有多好 比較有創意嘛 六的咧 六的咧 好 再看第三組 知道的點數是 也是六 也是六 不能講 當然不能重複 來 吉祥話來 剛剛仲林哥有提醒我說 這要講一個特別的 來 六處親旺 六處親旺 再來一個 六大勝 不行 講過了 賺了錢之後 就要把自己打扮得 人五人六 人五人六 好厲害喔 他很厲害耶 說吉祥話呢 只是順道送先一聲祝福 對吧 但事實上呢 你們值得點數啊 他就是 就是你們的基金 四六六 四百 六百 六百 來 請加 六比較划算 對... 好險沒有失道 今天有人來宣傳作品 要跟我們分享是不是 來 第一出 好戲介紹 來 完全審錢戀愛手冊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戲 我們簡單來說 他就是一個審錢月光族 跟一個霸氣富二代 兩個人有不一樣的 用錢的觀念的愛情故事 霸氣富二代神言 審錢價值觀 霸氣富二代神言 霸氣富二代是林梓鴻 林梓鴻 對 那審錢的月光族是神言 不錯的組合吧 真的滿好 對 他在每週日的晚間八點 在TVBS第四十二頻道會播出 每週日晚上八點 對 教大家怎麼樣省錢 跟怎麼樣談戀愛 有錢沒錢都要愛 對 好 這是戲 幾月幾號上檔 四月十四的 四月十四日每週日的 從四月十四號開始 對 每週日四十二頻道 加油 好 那胡作雲要宣傳你的新書 這本書叫做 有錢人薪水族都需要的 節稅的佈局 超需要 節稅的佈局 節稅的佈局 可以寫成這一大本 當然 因為我們節稅的稅目 中華民國萬萬歲嘛 所得稅 五月要報稅 對 如果錢太多 財產太多 就需要什麼 遺產跟贈餘稅 對 是 土地太多 就是要不動產相關的稅 房地的遺稅 所以這些稅目 都需要提前佈局 節稅的佈局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謝謝 好 來 我們這集呢 有一些非常精采的內容 和講評 值得大家好好的努力 歡迎呢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蔡上華 蔡主咪 介紹一下我們的 電場集大家 好的 各位尊貴的住戶 在天氣當中 我們要送給大家 禮物包含的 霜霜霜霜霜霜組 還有 舒眠精神床電組 以及 熱烘掃脫機器人 還有 AI追夢遊 希望大家能夠用我們的智力 換取財力 最會大風就是 你 第一回合 現在開始 1分30秒 24個信箱 一共有15萬智慧新幣 好 準備要出題了 各位 小心避開你們的帳單 請出題 壞習慣存錢法 是做一次壞習慣 還是借掉一個壞習慣 就存一筆錢 請搭 王仲霖 借一個壞習慣 就會存一筆錢 你聽過這個存錢法嗎 就像很多人會覺得說 譬如說早上 喝個星巴克 在美國就有人講說 喝星巴克 你一天花多少錢 你把那個錢存起來 你存了18年之後 你感覺好像可以買一棟房子 真的還假的 他們就會認為說 這個叫做壞習慣 我算過借菸 最少一年存5萬 真的喔 可以存5萬 5萬 借菸 那不就一個月是4千 尤其現在的菸又特別貴 借一個壞習慣 就存一筆錢 請介紹 你真的在說到這樣 我就被你感動了 我也是覺得 我覺得說得很好耶 對啊 說得很好 好 其實不是 我們要告訴大家 壞習慣存錢法呢 它其實是要幫助我們 可以一邊存錢 一邊給你的壞習慣 說掰掰 就是只要你一不小心 做了這個壞習慣 比如說你想戒菸好了 可是你忍不住眼影 你抽了一根菸 你就必須要強迫自己 存200塊進去 那久而久之呢 你就會覺得說 既然我不想要存這個錢 然後讓我自己感到肉痛 我就只好不做這個 我不喜歡做的這個壞習慣 這個事情嘛 所以你至少能夠選擇 借出壞習慣 或是越存越多的錢 它其實也是來自於 原子習慣這本書當中 所謂的誘惑捆綁 這樣的一個理論 來 請出下一題 根據求職網站調查 上班族的居家節能首選方式是 隨手關燈 還是少吹冷氣 請下答 林賀軒 怎麼用 我猜是 上班族居家節能首選 什麼 隨手關燈 少吹冷氣為什麼 少吹冷氣 電費不是更高 沒有 現在變頻冷氣 其實很省的 現在我聽說你24小時都不 冷氣都不要關 其實反而是更省電費 對 有聽過 冷氣 我都沒有很少在關的 隨手關燈 我被說服了 來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因為電費要調整了吧 所以大家現在就想說呢 如果我想要審核包的話 必須要有這個節能大作戰的準備 那其實要告訴大家喔 事實上呢 節能最好的一個方法呢 就是隨手關燈 因為一旦我們出了門的 這燈沒有關的話呢 一開就是一整天 而冷氣的部分呢 反而其實你大概把冷氣的溫度 大概定在26或27度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特別低的低溫喔 你一直長時間保持這樣的一個溫度 它其實並不會耗到真的很多的電費喔 另外呢 也要提醒大家 也可以用節能家電 那以及呢 有一些這個家電呢 你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記得把插頭要拔掉 也都是一些省錢的小撇步 大賀 請選擇 八樓之四 八樓之四 準備開箱 普通 三千六百元 大部分都在一萬以下 大部分 請住下一集 搭高鐵買早鳥票會省更多 但是要注意喔 它是警線本人搭乘 黑市最晚發售至乘車日的前三天 請選擇 大賀 好準 來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在 警線本人搭乘 請選擇 什麼都很有手 很合理啊 早鳥票呢當然一定要本人搭乘喔 不然你就是可以 都可以提前買 然後再把票轉給別人不就好了嗎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喔 早鳥票呢 它會發售一直到 乘車日的前五天 那它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折數的區間喔 比如說六五折啊 八折啊 九折啊 那六五折的如果一旦賣完了 就會開始賣八折 再賣九折 所以呢也必須要 早點來搶早鳥票 來 請選擇 那就七樓之四吧 剛剛寫到四 都把四 支四的都給你選一選 開箱 七千十三高喔 七千元 漂亮 一家獨走喔 好厲害喔 它已經一萬多了 滿好 不著急 小時候胖不是胖 來 請出下一題 傍晚下班時間 很中午午休期間 哪一個時段去加油 會比較便宜 接著了 不行 來 胡溯雲 中午休期時間 午休時間 為什麼 比較少人去啊 中午午休期間 請揭曉 為什麼是傍晚 來 好 的確喔 大家應該沒有想過喔 其實呢 加油也要來選個時段 因為自由其實它也會熱脹冷縮 所以呢你選比較陰涼的時段 比如說清晨啊 或是傍晚啊 這個時候你去加油的時候呢 會加到更多的油 當然呢 來講是比較划算的 傍晚下班時間 再出下一題 股市大盤重挫時 網民會說自己要去撞豆腐 還是要睡公園 表示慘焙啊 請搶答 何宇文 蛤 可是我 我沒有再買股票耶 我為什麼會搶到 那你按幹嘛 我 我要去 我要去睡公園 我沒有買 你要去睡公園 你有買股票 我為什麼要去睡公園 你賠錢的 你股市重挫的時候 你 我不能去撞豆腐嗎 撞豆腐又不會痛 對啊 睡公園為什麼會痛 就是睡公園就是沒有錢啊 但是撞豆腐 豆腐不會痛啊 不痛不癢啊 睡公園 奇迪小 好 不得不說完有時候呢 這個網友們如果遇到了 這個股市重挫的時候 也是滿會自嘲的啦 然後大家就會說 我真的是輸到脫庫了 整個身家都賠進去了 今天只能去睡公園了 而且呢還會說 連紙箱都嫌貴呢 紙箱真的滿貴的 我最討論一下 我真的不得不說紙 你真的是什麼都能聊啊 紙箱真的貴 依依妳看呢 睡哪個公園比較舒服 我家附近的 因為至少有漂亮的鄰居啊 至少 而且我這個人有 謝謝來 準備請選擇 你的智慧情筆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準備開箱 好緊張喔 第一位就是你 帳單幫媽媽 我要 我不要 我不幫他交 你抽到是 你好意思 每個人都提供三千到一萬之間 你現在就有錢了 吃火鍋 八千零六十三 火鍋你吃到八千啊 你是吃什麼火鍋啊 好 吃橘色吃是不是 你是不是一個人要吃帝王蟹 你吃橘色 我也 你這種 那麼年輕就愛吃橘色 好嗎 這是媽媽生日嘛 媽媽生日 媽媽生日 應該的好不好 還有四十七秒 請出席來 銷售業務的薪資 是屬於綜合所得稅當中的薪資所得 還是執行業務所得 請看到 何宇文 我想到了 執行業務所得 請揭曉 怎麼會 執行業務所得 我們聽到業務兩個字 很容易就會聯想到 那業務工作的人 他是不是就要算 這一筆的這個收入呢 事實上不是 因為你就算從事業務 那你得到的也是薪資啊 津貼啊 紅利啊 粉紅獎金啊 這些都是一般的這個所得 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說 會計師 建築師 那律師等等的 你為呢 貢獻你的專業能力 而賺取的收入 才算是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的話 我覺得一般常常比較是固定的 執行業務所得 它比較會是浮動 因為我的業務有大有小 我覺得 雖然演藝工作 你拍十集跟拍二十集 一定不一樣的錢嘛 我拍跟你拍 價錢差很多啊 你那麼貴 演藝人員有些有 像那個 像演藝人員有啊 有執行業務所得 我們是執行業務所得 我們是執行業務所得 但我以為就是Sales 浮動的 就是比較屬於執行業務所得 對啦 因為浮動的嘛 趕快出下一題 陳寶寶吐出黃色的絲 它是受到了排泄物 還是使用桑葉的影響 請講答 來 胡碩雲 我按豆耶 應該是使用的桑葉 可是他們怎麼會有 排泄物的選項 什麼葉綠素啊 那個綠黃色相關 葉黃素 用桑葉的影響 請介紹 好 因為桑葉當中 它含有多種的色素 那基本上呢 這個傘寶寶他們吃了桑葉之後呢 這個色素啊 也會呢 進入到他們的 吐出來的蠶絲裡頭 但是呢也可以看喔 基本上呢 我們的蠶鹼的顏色啊 分成了綠色 金黃色 跟淡粉色之間 那如果是不同顏色的蠶呢 它來進行交配的時候啊 那它產出了這個寶寶後代 它的鹼的顏色就會介於 在它的雙青的顏色之間 胡碩云 剛剛那個 你念雲沒錯吧 胡碩云 來 剛剛閃那個六 六六大勝 所以選六樓之六 相當迷信 我們看一下 相當不怎麼樣 怎樣 一萬六 我們真的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左右的比例 是超過一萬 好啊 我這裡面 又是裡面相當高的 對啊 比例不錯 一萬六耶 你看大賀忙了個半天 他才贏 對 我還附耶 那附 我們兩個到現在還都還按不到 我附比不差 謝謝語言姐幫我附加 冷靜 各位 好 還有三十二秒 好 來 起訴下一題 誰用PVA手段來把MAY 會先製造探索陷阱 黑市好奇陷阱 請下 你看 炒得 炒得孩子有糖吃 來 你答 誰 我 侯昌昌 我覺得他不知道PUA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PUA 但是我覺得 他已經很久沒有在PUA了 我覺得他既然要把MAY 那一定是先製造好奇陷阱 要把MAY嘛 譬如說 來 那個手探紋看一下 天啊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這麼富貴啊 將來你會生兩個小孩喔 你這是很老的做法 看手掌紋 對不對 這叫好奇嘛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 永遠對於好奇性這件事情 是有興趣的 請介紹 好PUA 就是這個男生 不一定是男生 有一方在感情當中 他可能會用很多的話術 讓你覺得跟他交往 是一件你自己非常榮幸的事情 他的身分是高過於你 總之他在這個關係裡頭 是佔有了主導權 那通常呢 容易 而且也喜歡去PUA別人的人 他會有五大套路 通常呢 第一步是這個好奇陷阱 他會先營造出一個 完美虛假的人設 讓你對他產生好奇心 想要接近他 緊接著呢 你已經對他這個人 感到有好感了 他就會開始示弱 感覺跟他的人設有點反差 你就會有種母性的光輝 想要去幫助他 那接著呢 讓你對他著迷 但是他又自己不表白喔 讓你對他表白 而在表白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對你若即若離 然後呢 掌握住你的那種心情 等到你們真的交往了以後呢 他在場用言語霸凌啊 冷暴力你啊 讓你又離不開他 好複雜喔 我們以前的年代 就直接拔了 還有這邊那麼多套路 好累喔 他是一種潛意識 他是一種潛意識 你怎麼不講 以前摩登原始人 都是拿著十包 而且滿可愛的 他已經求我走 簡單出爆 他們說其實有時候 你PUA的那個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PUA別人 那是一種潛意識 真的 來 頭髒髒 我看那個六的那個數字 好像很厲害喔 那我們就來個八樓次六 頂樓加蓋啊 對 可能是鐵皮屋喔 Penhouse Penhouse 看一下 什麼Penhouse啊 帳單幫幫忙 我好不容易按倒鈴耶 跟我一樣感覺 怎麼這樣子啊 抽到個王仲霖的帳單 王仲霖你才賺 你的帳單大條了 還好 買球鞋 三千兩百九千 因為搭單的被退回來了 還有二十七秒 好 來 請出下一題 廣東話俗語 隔夜油炸鬼 他是指一個人 沒有脾氣 還是脾氣很差 請選啊 林賀宣 我看那個型態 隔夜油...隔夜油炸 是這種沒有精神的感覺 應該是沒有脾氣 請介紹 好 那其實隔夜油炸鬼呢 這裡頭的油炸鬼說的就是油條啦 油條呢 剛炸起來的時候呢 非常的香酥可口 可是他放了一整個晚上之後呢 就變得軟趴趴 而且呢 就好像呢 就也吃不下去 然後呢 所以就像是有一些人喔 年紀大了 沒有了火氣 那就會形容在工作上呢 不夠醒目 然後呢 很懶散的人 我們會說隔夜油炸鬼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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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迷信六樓之四好了 為什麼叫迷信 你不算著六再繼續下去 再來一張 那六樓之四有個六樓 來 開箱 一萬元喔 我們在這個第一回合 就能夠破兩萬的 基本上很少 後面應該會進入到 決賽的機率很高 那前面就付很多的呢 我是不是因為 在你旁邊的關係 被帶散了 我還想說是你帶散我耶 我最近浴室那麼旺 你先弄個帳單 我沒事弄個也是帳單 冷靜 我最近很好了 這兩位民眾我們還在錄影 還在錄影 請 助理 搭便車小飲 主要是指 沒付出就想收穫 還是順手幫助他人的人 請請答 有 侯商品要脫平了 來 那當然是順手幫助他人 因為搭便車嘛 他還伸個美腿或是搖個手 那他很樂意幫助你 對不對 搭便車效應 我覺得不是 搭便車就是一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搭便車算是指 開車的人的角度 還是藍車坐車的角度 這兩個人角度不一樣耶 我走在路邊 在裡面一籌莫展 所以我要搭便車 開車出去哪有時候 專程去找人 誰需要搭便車 就你想想看梁鶴群的行為 是什麼行為就好了 不是 我這個人太熱傷好失了 我就一直用這個角度去詮釋 順手幫助他人 請介紹 對嘛 好 當然我們會說是 那其實就是 不管你是在學校 或者是在職場上 有時候難免會團隊合作嘛 然後就會有些人 有這種搭便車效應 就是當個 free rider 什麼都不做 但是又佔你的便宜 然後功勞呢 他也有一份 所以這樣的人 就會讓大家都覺得比較不喜歡 最後一題 請出題 黃仲林 我的答案是 星期三 星期三喔 因為星期天是一般上班族的人 他們在假日 比較有機會去做採買 當然人多的時候來講 其實你那個菜的價格 其實它不需要特別降 但是禮拜三來講的話 就等於是一般人會比較少去採買 那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就是他為了要消 他又不能夠庫存 請介紹 好 又跟大家說 因為通常的菜市場 週一休市嘛 然後週二呢 這個時候是補貨日 所以大家也會來買菜 這時候價格會稍微貴一點 到了週三 週四呢 買的人就變少了嘛 因為週二已經買啦 所以週三 週四的價格 將對會比較便宜 到了禮拜五又補貨 為了要因應週末 大家呢 終於不用上班 可能會比較容易在家煮飯 所以六日的時候 菜價也是會比較貴的 我先五樓十五 一看就很像有帳單對不對 來 開箱 可以啊 一千五 第一回合結束 各位單位的錢報告一下 大家獎金 林鶴賢 兩萬一千元 黃伯峰 四百還是四百 四百 在最起碼領先隔壁那一位 侯桑桑 負的兩千六百九十元 何以文 負的七千四百六十三元 王仲林 兩千一百元 最後那邊 胡碩君 一萬六千六百元 剛好一頭一尾 兩位目前再次領先 掌聲鼓勵 歡迎我們的六位住戶 來到了第二回合 智慧新幣來到二十萬 意味著大部分都超過一萬 大部分 大部分 好 準備 第二回合 請助理 運動結束後 聚餐要小酌 建議要一小時後 還是三小時後為家 請請 王仲林 三個小時之後 為什麼要出這一題啊 因為你運動結束之後 來講的話 在一個小時之內 它吸收的能力 你吃雞排 吃麻辣鍋 你吸收的全部都附的東西 但如果說你三個小時之後 你那個消化完之後 你即便再去吃垃圾食物 它對你身體的影響 會比較小一點點 因為這個聚餐 應該不會去吃 所謂的健康食物 所以說你的時間 要在運動結束之後 拉長一點點 讓你的腸胃消化完好東西 之後的東西會比較好 這一題如果讓我按到 我應該會得分 我也覺得 一小時後 它寫一小時後嘛 不是一小時內 不是 因為呢 你那個運動完之後 你身體還在燃燒代謝 燃燒代謝一小時後 你吃東西 你吃進去的東西 它會比較容易代謝掉 不會有產生負擔 三小時 請介紹 對不對 一小時後 你看 我們兩個身材 你看看我們的 我們真的很會保養 昭明哥有在打高 我有在做瑜伽 我們雖然前面都是打得爛了一點 但是我們其實沒有 保養身材是我們的專業 可以了 可以了 你是這樣得理不老人的 你冷靜你好不好 好 要跟大家說 如果呢 你運動完喔 不能夠馬上喝酒喔 至少要等一個小時 因為在運動完的這一個小時呢 它是我們要合成肝糖 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最好先補充一些足夠的營養素 比如說高碳血化合物 它其實呢 是能夠幫助我們肝糖的合成 那再吃了點東西 墊墊肚子 一個小時之後呢 再去喝酒 就沒有問題了 請出下一題 書法名家王羲之 身平最喜愛的動物是 鶴還是鵝 請搶答 王忠玲搶聲快 來 答案是 鵝 鵝真的啊 因為它的那個 那個永治八法 其實也是從觀察鵝的動態 去畫出來的 連這個你都會啊 你好棒喔 我們這一次沒有意見了 不行 我已經答錯 你在什麼 你在迷我什麼 不好意思 我們這有人覺得是鶴喔 我覺得是鶴 罵兩句 為什麼 絕對是鶴 因為這跟我的名字 應該是有關係的 對 黃伯� 你就這樣伸個懶腰包 這樣全部都沒有 沒有問題 我覺得是鵝 請介紹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呢 王羲之真的是愛鵝成癡喔 因為呢 他喜歡觀察鵝的身姿 跟他們走路的步伐呢 去把他運用到 他的下筆 運筆之間 那他有一次呢 看到了一群鵝 他非常非常的喜愛 那養鵝的是一群道士 道士呢 他願意啊 王羲之要出高價給他們買 但道士說沒關係 你寫這個黃鵝 你只要把他抄寫出來呢 我就把鵝送你 沒有想到這黃鵝超長話 他很長的時間 再把他寫完 不過他也得到了這群鵝 甚至呢 還出高價 幫他們造了一個呢 這個鵝池 可以讓他好好的研究 那他其實在研究鵝的時候呢 也鬧出了不少笑話 甚至呢 曾經啊 一邊寫字 一邊觀察鵝 一不小心啊 就還把這個毛筆 吃到嘴巴裡頭 弄得滿嘴都是墨水 王仲林 請請選擇 七樓之五 首開紀錄 準備開箱 鄰居幫幫忙 好準喔 你要收金 不收銀 金銀財法先收金銀 先收金再收銀 對 財富大樓訓練愛心意脈志工 主祕先示範貓頭鷹筆心 筆心 上滑做一次 我數三而一 看誰最快完成 最快完成的就有獎金 準備 開始了 好 這樣 來 五 我要教學嗎 不用 三 二 一 結束 上滑請解釋 妳看一下誰做到了 大賀 還有伯豐 昌明哥錯了 等一下 伯豐也錯了 然後 宇文姐也錯了 我錯了 YES 只有 等一下喔 朔雲哥也是錯了 只有大賀對耶 有我對嗎 對 要跟大家講他的訣竅 我訣竅是 大拇指 他是要營造出愛心的上面 然後大拇指要跟我們的中指 扣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這個 你的無名指跟小妞妞是往下 是做出愛心的尖端 但是你的食指是要併起來 是要做一個中間的底部 要扣在這個 大拇指跟小妞妞 這樣子 是不是很變扭 是不是很變扭 有了 你有了 你有了 主委的手指頭滿短的耶 手很長喔 所以有點難度嘛 剛剛就是大賀做到了是不是 對 大賀你很厲害 恭喜大賀加五千 對 這麼多啊 五千喔 對 我們一個這個就五千啦 你一個就五千了 真好的 菜出 根據網路平台統計 十大約會地雷行為 插不完是拒典王 還是小氣鬼 請答 喂 來 頭髒髒 我這個人這一輩子啊 就是小氣出名 然後所有人都說 亞蘭怎麼會看上你 怎麼小氣成這樣 請趕快先解答 小氣鬼 小氣鬼 請解答 我小氣鬼這麼受歡迎啊 不是小氣鬼 小氣鬼其實也很不受歡迎 因為你是第四名 我第四名 對 然後第一名呢 其實也是拒典王 我們跟人家出去約會的時候 你在那邊給我裝高冷 擺一個高姿 太誤講什麼話 你統統都拒典我 那是要聊什麼 所以大家最討厭的 No.1是拒典王 那第二名呢 討厭的是遲到沒有時間觀念 你沒有把我的時間當成時間 代表你不夠在乎我 第三是一上來就毛手毛腳 這種人呢也非常不討喜 對啊 所以這個 我都不會是句點王 我都是沒句點 我會一直講 這樣 我沒有體會到 我知道 其實滔滔不絕的也不妥 因為它是過程 因為喜歡滔滔不絕的人 多半還是會有自我吹噓的 沒錯 那是第八名 我會改 第八名大家討厭 不聽別人說話 不聽別人 我們繼續出道下一集 想利用辣椒來提升運動效果 可以選擇塗抹辣椒霜 是適度吃辣 請看到 何以為搶到 來 適度吃辣 塗抹比較沒有什麼效 塗抹只是表層啊 有些東西一定是吃下去 會比較那個啊 比較有效 從內而外 適度吃辣 請你再講 真的嗎 好 雖然市面上會有的人說 可以塗辣椒霜 可是你知道嗎 塗辣椒霜 它其實造成的只是脫水 它並沒有減脂 那就像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運動一定要流汗 但是你大量流汗 不一定會真的有一定的效果存在 反正是適度吃辣 因為有辣椒素 進到我們的體內 可以比較促進新陳代謝 比較有機會可以代謝 但是呢 單吃辣椒 然後不做運動 是沒有效的喔 因為呢 它可能要搭配了辣椒素啊 然後跟你有吃進咖啡因啊 鵝茶素啊 以及你真的有動起來 然後主動的 把這個代謝也帶起來 才有辦法減脂啦 何宇文 請選擇 八樓直流 準備脫貧 準備鄰居幫幫忙 頂樓加蓋鄰居幫幫忙 你真的很討厭喔 我跟你講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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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 你怎麼這麼會選的 你好厲害喔 天啊 你這種老藝人就是嘴巴 嘴巴好準 來 住戶通知 你要收進來收贏 我選擇贏 主委創立社區高爾夫球社 請有打高爾夫球的住戶請舉手 你啊 兩個 發放社團福利金 入社社員藝人有三千塊的旅券 欠加 喔耶 謝謝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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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有回去打毛線 OK OK 你真的還難過 我看會不會抽到 有打毛線舉手好不好 我詛咒你 欸 你們兩位直身藝人 要不要換個位置站 不要 沒差 沒差 對 對 因為他那位置比我更隨 不要 再出下一題 日本蜂名的步行禪 它是指邊走在路邊邊冥想 還是想像自己在走路 請去答 欸 是誰有步行禪啊 剛好你耶 剛好我 他剛好有玩步行禪 你啊 他有在玩 玩 你有沒有不知道他其實算是一種 日本的一種新的概念 請說答案 請說答案 邊走邊冥想 你自己說這樣 就是我在一邊走路的時候 我會一邊的 因為它是一個有節奏感的過程 對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的心情 平靜下來的 不過搭配你的音樂跟冥想 所以有人進入一個規律狀態 對 它其實就會有一種 身心靈的提升 不知道 身心靈會穩定 是日本的一個概念 邊走路邊冥想 請描 請描 請選擇 還有幫忙 一家獨走 還有... 對啊 還有幫幫忙嗎 應該還有 七號之三 幫幫忙... 準備開箱 一萬元 都抽到錢耶 都超厲害的耶 我們要不要讓黃伯鋒打一次啊 他那麼帥又那麼沉默 我剛剛有在想答啊 但是沒有想到 他剛剛就... 他剛剛就在編冥想 對 我只是覺得你話好多喔 我想要聽他講話而已啊 你可能在請搶 在聽到搶完之後 你就試著做按 對 你不用怕昌明哥 我會照你的好不好 怕...我按我的 我沒有辦法按 來 那兩位資深藝人注意 來 請出下一題 每日一罐啤酒 和時常報應報食 每一種行為 比較容易會形成啤酒度 請選擇 來 侯莊莊 啤酒度嘛 啤酒度不一定 真的是喝啤酒才會有 應該是 時常暴飲暴食 在幹嘛出題 請接腳 主委 怎麼了啊 主委 所以幹嘛出題 很多人以為是喝啤酒 才有啤酒過啊 對 你懂不懂 這個是 主委 你以為這題目很容易啊 沒有 那有智慧去分辨 好 啤酒度 鮪魚度 基本上就是一種脂肪累積 堆積在我們的肚子 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跟喝啤酒沒有很直接的關聯 當然如果你很常喝啤酒 搭配了一堆小菜啊 然後又常熬夜啊 生活做起不正常啊 暴飲暴食 才會容易有啤酒度出現 男生比較容易會出現 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女生呢 往往喔 在脂肪累積的部位 會是在後背 或者呢 是在這個下肢 下半身 屁股啊 然後呢 這個腿部啊 這些地方 但是當這個年紀漸長 然後代謝變慢 那跟壓力荷爾蒙失調之後呢 也比較容易會堆積在肚子喔 恭喜何三名 來 來 幫幫忙 幫幫忙 我跟你講 富貴賢中求 我就在鄰居幫幫忙 夾吉的中間 八樓之舞 那你不可能還是鄰居幫幫忙 開箱 怎樣 一萬四千 一萬四千 一下衝到第三名了 有機會喔 對 你不能留我一個人付啊 你又不怕孤單 你已經一個人很久了 沒關係啦 好了 注意 請出下一集 跟風愛排隊和帶頭參與活動 哪一個行為符合心理學當中的 從重效應 請介紹 胡碩君 這當然就是跟風愛排隊啊 從重啊 請介紹 來 奧子選 從一而中 一樣六之六 加油 他可能沒有換 九百元 小心喔 有點慘喔 九百應該是這一區裡面 最少的了吧 還有三十五秒 請出下一集 學生界唯一能看到 野生迷猴泡湯的地方 是日本山形線 還是長野線 請搶答 林賀鑽按得準耶 來 三行線 請揭曉 來 好 好 日本呢 是知名的溫泉大國嘛 那我們知道呢 它其實有一處這個溫泉的場所 叫做地獄谷野原公院 它這個地方呢 有超多的日本迷猴 然後呢 他們會在這裡泡湯 那這樣當地會下雪喔 你就會看它身上有一些雪 然後泡在這個溫泉當中 很舒服的樣子 不過呢 當然大家會覺得說 好像跟這個 猕猴一起泡湯 好像並不是這麼的衛生啦 所以他們後來呢 甚至還建了 猕猴專屬的泡湯區 然後呢 也因此登上了 美國的LIFE雜誌 還有二十六秒 請出下一集 第一個採用白老會 音樂劇風格的 迪士尼動畫 是小美人魚 還是美女魚野獸 請下來 黃伯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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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 終於 來 終於加油 加油 要答對喔 要答對第一個 第二個不要拿到 鄰居幫幫忙喔 好 小美人魚 來 小美人魚 請揭曉 來 棒棒 棒棒 黃伯鋒 加油 好好選 加油 八樓之二 加油 開箱 三千元 請載領 禁止高速公路 需要徵收過渡費 這是基於受益者付費 還是使用者付費原則 請選擇 何宇文 準備脫品 可是 可是我沒在開車耶 這個很好解讀啊 使用者付費啊 使用者付費 請揭曉 當然嘛 這有什麼好想的 真的嗎 來 我覺得七樓之六好了 七樓之六我覺得 可能有兩萬 我覺得你 七樓之六 準備開箱 我不相信我有這麼倒楣啦 九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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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啦 至少我沒有負數啦 接下來我覺得 你就別搶了吧 你那個實在是 一點競爭力都沒有 什麼意思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結果 因為林鶴俊已經 篤定晉級了 現在就等著那個 那個侯昌明跟那個誰的 那個一萬的 我來幫你 那我不搶 我幫你 我祝你一臂之力 最後一題 好 我要床墊喔 王沐用語 海后 是指女生備胎很多 還是不受歡迎 請下 快點 快點按 我按很久了 王仲禮 備胎很多 送分送產 來 隨便揭曉一下 請揭曉 對啊 海王跟海后 海王跟海后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一個用語 基本上就是 渣男跟渣女的代名 怎麼有人會自己說 我就是渣女啊 所以呢 怎麼會有人這樣子啦 就是說呢 剪掉 剪掉 救救你們 我只是說 我因為你的行為 我馬上聯絡剪掉 張獄告 張獄告 我是好歹是你學姊 我講完我是海后 你就要換一種解釋啊 好 你在從家從家一次 幫我求你 通常呢 海后呢 代表這個女生 她就是可能長得 非常的漂亮 然後很有魅力 所以因此呢 她可以做好 非常好的漁場管理 就可以同時 放線給很多條魚 所以呢 通常這樣一個女生啊 就是呢 那些魚才是她的備胎 她是管理他們的人 是 是 The queen of the sea 我們要誤解了 謝謝學妹 真的講 真的是讚美吃啊 要誰答對了 也是你答對了 五樓十二 準備開箱 七千元 那給我們 比賽結束 一頭一尾 林賀娟的三萬六千元 跟胡碩君的兩萬零五百元 就兩位 就到冠軍爭奪賽 恭喜兩位 恭喜 來 恭喜兩位 賀喜兩位 沒有太多人的阻礙 對不對 一路走到這邊來 就謝謝他們這幾個 不爭氣的 我們第三關 冠軍爭奪賽 十八個信箱 這三層樓 別看錯了 五樓沒有 二十五萬就知道 二十五萬除以十八個信箱 好多錢 平均都在一萬四 大概就是可以考慮 要不要驅留的門檻 來 林賀萱 現在領先 請問要先答後答 先答 林賀萱準備 請助理 當成台北捷運轉公車 用悠遊卡 可以省八塊錢還是七元 八塊錢 唉唷 不想思索 請揭曉 唉唷 厲害喔 來 請選擇 七樓之三 七樓之三 選到一個大的零丁 尷尬 尷尬 一位三千五 尷尬 小心 先不要好了 確定喔 不要 不要 有股氣耶 胡說雲準備 請助理 資金還是ETF 用少量資金 就可以買到特定產業 前幾大企業的股票 先把 ETF 請揭曉 請選擇 還是從一而終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六六大順 六樓之六 不好 一萬兩千五 拉近 拉近 保留還是放棄 又放棄啊 先拉近再說是不是 先保留 保留 保留進帳 現在你們差三千 林賀薰準備 請助理 是指我們的感情觸礁還是感情穩固 呃 觸礁 請揭曉 好 好 好 漂亮喔 觸礁 請選擇 八樓之四 We on the rock 感情觸礁了 回服成長 哇 一萬四 要十秒 差不多 你不要的話 他已經跟上來了 那你就繼續放棄 因為你跟他一樣 我 我 我剛剛放棄之後 我現在覺得快喘不過氣 我覺得還是這個路帶好了 路帶 先路帶 對 保留 緊張 應該是 現在一個整數拿到五萬 領先一萬七 有差的 胡碩雲 請 處理 Love Rat 可以是用來形容 愛家的腦後男人 還是愛情騙子 騙子 愛情騙子 又不假思索 請揭曉 你怎麼知道 因為Rat就是一般 英文的Rat就是不太好的 通常都是這樣 真的嗎 不是Dog Love Dog Lover 就是好的意思 來 請選擇 那就對角線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為難 一萬二 一萬三千元 這要是輸定了 不可能要 不能要 那就不可能啊 不能保留 放棄 林賀萱 請處理 上莊舞劍 意在佩宮 這個佩宮是劉邦還是劉備 劉備 請揭曉 劉邦跟 歷史不好對不對 對 我歷史爛 對 換 請處理 四書五經當中的四書 包含了三國志還是倫語 倫語 這送分送慘了 對 請揭曉 倫語莫子大學中英文 四書 來 請選擇 要選擇 八樓之六 兩萬 有起四 但是 還是沒過 還是落後 一萬四千五 為難 當然不能要 對啊 不能要 拿的也是輸 對 來 林賀萱準備 切以處理 十歲以下的小黑是黃口之年 還是黃髮之年 黃口之年 請揭曉 請選擇 非 你沒有下一題了 你知道 六樓之二 比賽結束 結束了 真假 恭喜 兩萬八千 恭喜 幾乎是最大的 已經輸了 因為最高的才三萬 你選到三萬的高分落敗 也滿好看的 我覺得應該是七樓之四 再出 下一題 十娘半樓 她是指三十歲 還是五十歲的女子 五十 五十啊 五十就沒機會了 請揭曉 三十 你還有最後一題的機會 最後的最後 請出題 家文藝的首都是珍珠城 還是檀香山 檀香山 請揭曉 請選擇 七之四 好想選七樓之四 哇 對嘛 好可惜喔 四千 摩擦 你要打摩擦 四千你 摩擦 好 入賬 三千 三萬七 七萬八千元 恭喜我選手 恭喜 送給大賀什麼禮物啊 我們要送給大賀兩項大獎 第一個呢 是喜千里IH雙口爐 加上專用的鍋具組 IH爐火力大魚瓦斯爐 是德國的權威品牌玻璃麵板 內建了Booster快速加熱 可以留住食材的鮮度不實美味 而且還有韓系的耐用芙苓 專用鍋具 不沾糖鍋 炒鍋一些烤牌 陶瓷處理 中藝清洗 另外一個禮物呢 是喜特利的無處睡筒 RO雙出水 淨水器 無處睡筒 無處睡筒 以及內部一體成型 無接縫 雙出水的模式 飲用水 洗滴水 可以讓你自由選擇喔 恭喜 漂亮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你的智慧 累積你的財富籌碼 打開心戶的智負密碼 就在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的 全民新攻略 再見 拜拜 全新賽事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接送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努力快點來訂閱 耶